北京时间2021年9月17日13时34分 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 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三位航天员聂海胜 刘伯明 汤红波 安全顺利出舱 身体状态良好 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12号航天员成组 此次在空间站组合体工作生活了90天 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次飞行任务 太空驻留时间的记录 如此长时间的太空生活返回后 航天员需用多久才能恢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 短期飞行和长期飞行是不一样的 对于长期飞行呢 通常我们整个恢复期设计的是比较长的 然后最严格的隔离期 这个仍然是一周 这个是要跟飞行前执行的这种隔离制度是一样的 然后大概经过两周的 这种相对的这种隔离期 然后才能结束整个这个第一个阶段的恢复工作 进入到疗养阶段 疗养阶段之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长期的一个监测 跟踪随访的这么一个过程 一直到他们整个的这个身体 彻底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航天员的健康始终是最重要的 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 有一群默默奉献的幕后工作人员 24小时坚守岗位 为航天员保驾护航 我们给航天做了关于他的工作生活健康保障相关的方案 那么在任务的实施过程中间 结合我们这个方案 针对他载轨的实际的情况 进行方案的调整优化 同时也加强了与航天员的沟通 我们是24小时队友人在 我们有专门固定的岗位 重点的是航天员的教员 医生还有我们整个飞行任务规划的相关岗位和产品监测的岗位 是以24小时值守为主 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呢 就是因为是尼航年人最近的人 跟他的这个沟通交流的话 就会比较亲切 然后也希望传达给他我们这个信念 就是我们的状态会影响他的状态 所以各级领导对我们的要求都是 就是希望我们就是要有一种精神活力能传达给航天员 工作人员们表示 虽然这三个月非常辛苦 但收获很大 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 为后续空间站建造运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总体来说就是肯定辛苦比较多 但是收获也很大 我应该是参加任务之后 然后才怀孕的 然后前期虽然身体会有一些不适 但是肯定还是坚持在现场 希望通过这个过程呢 也是有一些纪念意义 然后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 任务前我们大家对这次任务的预估 是觉得会非常紧张 非常忙碌 但是随着任务的不断推进 我觉得这三个月好像一下又过完了 到今天就觉得对后续再执行这样长期的载人飞行 就非常有信心 我们也想再对后面的工作模式进行改进 我们还有更长远长期的驻留任务 那么肯定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科学完备的 有效的协同和工作机制来保证我们的任务推进 所以我也非常有幸参加了这次三个月的载人飞行任务 我也希望在后续的任务中 能够做出自己更多的一些努力和贡献 感谢观看